记者陈建志台中报道 太平区有近50年历史 供奉玄天上帝的北极殿香火鼎盛 前年年底洞土屁建新庙 今天举行上粮典礼 安排占股 58家将等民俗技艺表演 吸引来自各地超过2000位信徒道场管理 台中市副市长003立伟何欣纯 住持杨茂田与都为师议员都道场参加 整个过程隆重热闹 祈求新庙落成后 庇佑全台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太平北极殿 供奉玄天上帝 市民国59年由住持杨茂田 从故乡台南市下迎去北极殿上帝庙 分临至台中太平 民国62年决议扩建庙宇 经向内政部提出申请 历经20多年努力 终于在民国90年获得合法立案 并在104年11月29日动土破建新庙 今天举行上凉大典 今天上凉典礼邀请到台中市副市长003担任主机官 包括北极殿助持杨茂田 主委年国珍 新建会会长林永和 民政局长周永红 立伟和新纯 市议员李立华 张玉燕 烈玉皇 太平农会总干事于文青等人 还有来自全国各地超过2000位信徒到场观礼 今天上凉典礼除彩鼓礼进行 并安排战鼓 武师八家将等民俗技艺表演 当上凉仪式完成时 现场燃放五彩烟火 信徒都抱一热烈掌声 副市长003肯定住持杨茂田 40多年来在这里 既是红法 才能有今天 的场面 希望新庙顺利落成 保佑台湾风调雨顺 全国民众和家平安 北极典主委年国珍表示 此次扩建新庙 预计需花费超过1亿元 新庙为高度21公尺的三层楼建筑 次庙外观一旋天上帝指示 台北市宫殿新式建筑 目前主体结构已经完成 接下来将进行内外装修工程 未来庙前将有别于一般公庙 在大殿前两侧设立实施 而是以水晶白玉石雕刻两座高二 五公尺 长三公尺 象征招财 首酷的皮修 希望新庙能在108年底 如其落成 继续弘扬玄天上帝的精神 庇佑众生